接下来出场的这位小伙子 自称他是最懂女孩心思的人 哎呀 我觉得这个话说的有点大 我坐这八年 这话我都没敢说 对不对 他敢 是 这一定是有十足的这个信心 才能敢放这样的话 看看他懂不懂女孩的心 来 掌声有请 找不出你的眼眸 相遇在夏里游 直到没尽头 每一次我见你 竟然在这心跳在发抖 拥抱着天女友 那热泪的温柔 我放弃整个碎里 留下眷恋和哀愁 想拂见你眼眸 太直接了 是 这温柔渐渐充满了电流 在38度流 大家好 我叫肖健 今年28岁 来自长春 我的爱情宣言是 温柔暖男懂你心 你有脾气 哄你开心 你好 肖健 你好 燕子姐 哎呀 这歌唱得挺好 而且我发现了一个奇迹般的规律 但凡唱歌出场的效果 来了准灭8号的 是 为啥呀 为啥 您问您 以前呢 我也有关注到你 就是说 平时你的衣着呢是 这种的 然后呢 这种我有点不太能接受 你的衣服 就是平时的衣服 都是这样的吗 对 我妈给我起了个外号 叫露真猫头的专业户 好 来看一下16个姑娘 对谁感觉最好选一种人 来看一下小伙第一个短片 我跨上沙漠之洲 背上烟斗和沙漏 手离开我这一壶烈酒 漫长古道悠悠 说不尽喜怒哀愁 只有那骆驼奔忙依旧 好男人就是我 我就是肖剑 都吃飞给你 好的 态度 fauc on 前年给自己买了个车 在长春也买了一套90平的房子 我绝对是一个暖男 现在网上流行一个女友求生欲的测试 每次我都是零分 王哥 像你每个月嫂子只给你8块钱 我相信你一定不懂女人 这个女友求生欲测试 我相信你绝对是零分 而喜欢进我家呢就是公主 喜欢婆婆在一起的 我就照顾照顾你们 要是同意过二人世界 我就回我自己的家 来回多跑两趟互相照应一下 其实我儿子蛮优秀的 虽然说没有太多优点 但是我感觉还是挺优秀的 希望台上的姑娘们 多关注一下我儿子 为我儿子留灯 阿哈玛丁 关于求生欲测试那个事 我有一个问题 想问问老王大哥 跟小虎 哎呀这个好啊 刚才我一想我说你王哥 对于求生欲测试的这个事情 他一定是非常不擅长 这个问题就是 如果我离家出走的话 你会哄我吗 你别说你 你媳妇离家出走了 你会不会哄她 她都离家出走了 还要我去哄她 王哥呀 只能说王嫂给你8块钱都给多了 那你来回答 我会说亲爱的 如果你要飞走的话 你留下 我出去 应该这样 天呀亲爱的 你怎么能离家出走了呢 你发生了什么 是不是吵架了 不高兴了 你是不是在学16号啊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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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都不讲话 我躺着都中枪呀 啊 我的天呐 哼 瞅你那个孙子 瞅你那个孙子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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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刚才莫莉说的那个 求生欲测试 老王你知道 到底这个问题应该怎么回答了吗 你知道了吗 哎你会不会第二个问题了 第二个问题啊 谁啊来 王岳你再问一个问题 我看他咋回答 他有一系列问题啊 我问你啊 嗯 比如说今天早上 对不起啊 我早上口红舍了 然后把你白衬衫给弄脏了 你会不会介意啊 你会不会生气啊 不是我就说 没事买的口红干哈 把我衬衫弄脏了 赶快给我洗了 王哥呀 是我的话 我会立刻带着他 去买一个新的口红 那衬衫怎么办 衬衫重要 还是媳妇的心情重要啊 对啊 王岳啊 你有没有感觉 我跟小伙的这两个答案呢 一个就是已婚男人了 老夫老妻回答的状态 一个你看人家 我就觉得这小伙就招人喜恨 单身小伙的状态 就是在王哥的衬托之下 小伙不灵不灵再发光 小伙不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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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